经过三个月的工作 最后确定参加新政协的是46个单位 662名代表 这46个单位分为五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就是党派代表 界别是党派 党派当然首先是中国共产党 接着是大家后来所熟悉的 那八个民主党派 此外还有五党派人士 算党派的一个界别 还有后来在民主革命斗争中 有些影响 但是后来经过调整以后 已经调整的 其他的民主党派当中去了 比如三民主义促进会这样的单位 还有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一共14个单位 第二类是地域代表 地域代表包括华北东北 华东西北 以及代解放区的代表 一共是9个单位 第三类是军队代表 军队代表包括解放军总部 一野 二野 三野 四野 以及华南解放军 六个单位 第四类就是团体代表 团体代表包括总工会 妇女联合会 学生联合会 以及正在筹备当中的 新闻工作者筹备联合会 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 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 等等 一共是16个单位 这样加起来 一共是45个单位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特邀代表 特邀代表里边 第一个就是宋庆明 宋庆明作为政协代表 有三个单位都想 把他作为自己单位的代表 但是征求宋庆明本人的意见 他认为 他还是作为一个特邀代表 比较合适 所以第一个就是宋庆明 那里边还有其他的 有很多有代表性的 像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志忠 和平起义将领 程浅 傅作义 海军元老 萨振兵 原来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 颜慧庆 这样一些 还有佣军模范容冠秀等等 我们下期见 明镇见面